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些文物中竟然没有任何信息能够直接表明墓主人的身份和地位 规模打破记录 大墓的主人究竟是谁 生前有着怎样显赫的身份 数年过去 当邻近的几座墓葬也被陆续发掘 代表诸侯国君等级的五顶七顶接连出现后 不仅此前5001大墓主人的身份之谜终于解开 而且另一个困扰了学术界数十年的难题也有了答案 并国十七 福国三十八的晋献宫 开创晋国百年霸业的晋文宫 连拜秦楚的晋香宫 携天子以令诸侯的晋道宫 这些曾经称霸中原的晋国国君 以及他们的陈属 这些两千多年前叱咤天下的疯人人物 这些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走向的先贤 向世人公开了他们最终的归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18年深秋 由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牵头组成的 一支考古工作队 来到了文喜县城东南四千米外的明条岗上 明条岗是一个成条状 自东向西高出地表的黄土台园 台园两侧的古地里散布着三三两两的村庄 台园上则是千墨相连的农田 类似的地形地貌在晋南极其普遍 但与其他无法技术的黄土台园不同 眼前看似毫不起眼的明条岗 却在中华文明史上被反复提起 文献记载中不仅顺地死后葬于明条 夏朝早期定都明条 就连商汤也是因为在明条之战中打败了夏捷 才开创了商朝五百多年的基业 在考古队员掌握的藏宝图上 明条岗不仅拥有新石器时代至夏商时期的众多遗存 还有一座面积足有四十万平方米的东周城池 以及附属的大片墓地 人稀 上国丘牙庄遗址和墓区 就是两块 一个是遗址 上国是遗址和墓区 丘牙庄整个是墓区 在今天 直线距离只有2.4千米的上锅和秋家庄 都是明条岗旁古地中自然形成的小村庄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 两千多年前 这里竟然隐藏着一座气势恢弘的古城 要知道 明清两朝多次改建扩建 有大小宫殿七十多座 房屋九千多间的北京故宫 占地面积也无非就是七十二万平方米 从春秋直到战国早期 文玺一带毫无疑问 属于晋国核心区域 那么四十万平方米的东周古城 又该是晋国的哪座重要城义呢 辩查古籍文献 考古工作者惊讶地发现 关于这座古城竟然没有确切地记载 人们只能根据它的年代和规模 做出种种推测 为了解开谜团 学者们一直没有停下探索的脚步 七几年的时候呢 由这个地面上 就是农业学大带或者是那个平田整地露出来 七三年开始发掘以后啊 就是也发现了那个大型的墓葬 一直到2017年 先前后后 共进行了十一次发掘 十一次 就是前前后后的 都比较小 发掘规模比较小 保护第一 是文物工作的基本原则 无论破解谜团的心情 有多迫切 田野工作 还是只能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 一点点开展 在无需大拆大建的明条岗上 原封不动 其实才是对地下文物最好的保护 尽管如此 多次小规模发掘之后 考古队员还是在陆续清理的 几座中小型物葬中 找到了诸如 群猴仪 月人首右晚车 这样的一批国宝级文物 时间到了2018年 考古队员才第一次有了对整个遗址及墓地 一探究竟的机会 经过慎主思考 他们把视觉目标放在了一座 规模远超太原赵青墓 新将柳全墓的超级大墓上 我去批评以后 我们这个就是选择了一个大墓 一个大墓 就是我们叫这个5001号墓 就是一号墓 一号墓呢 就是特别大 地面上的夯土 地面上的夯土 那26米 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 研究生毕业于吉林大学的田建文 从1982年起 就一直在静南从事考古工作 长期专注于静文化研究的他 即使在经历过一次交通意外 健康严重受损后 依然没有停止探索 田野工作异常艰苦 好在他还有一位年轻的助手 开始的时候我就开始介入了 因为当时是18年到19年 是发掘这个 咱们秋夏尚墓地的一个 非常大大型墓葬 编号5001的一个大型墓葬 一般情况下 一片墓地中的大中小型墓葬 只是一个相对概念 用来区分各个遗迹单位 但是5001号被称为大型墓显然实至名归 因为即使是在底蕴非常丰厚的山西 人们还没有发掘过 比5001号更大的多周物葬 能够参与这项田野工作 陈海波异常兴奋 首先我就是本地人 本地是近南人 因为咱们知道 运城临风是华夏古文明 那个摇篮地区区域 这是七个原因 从小耳濡目染 对这个家乡 对这边热土就非常热爱 第二个是从事的专业 就是从进入大学之后 就学的这个专业 然后就从事了这个专业 5001号墓规模惊人 但在邱家庄墓地 它其实也只是规模适中而已 此前的勘探过程中 人们在明条岗上 发现了大量成组的 夫妻异学合葬墓 55千米外 区沃县北照静侯墓地 西州时期的晋国历代诸侯 及夫人的大墓 也都是这样成组排列 在静南 类似的古代墓葬 又被称为对子墓 其原因是 他们往往两个一对 成组排列 埋葬夫妇二人 但邱家庄的对子墓 却有些不同 因为其中 还分布着一些三个甚至四个一组 规模异常惊人的超级大墓 5001号所在的这一组 就是其中之一 打破了东周物葬发掘记录的 5001号墓 墓口南北长14.3米 东西宽13.5米 面积是长宽分别为6.3米和5.1米的 北兆静侯墓地 93号墓的六倍 要知道 93号墓的主人 可是横跨西州与春秋 辅佐周平王东迁 对周王室有再造之功的静文侯 但即便如此 5001号墓 在所属的这组三座对子墓中 却偏安西侧异余 规模虽然比东侧的另一座墓藏大 却依然小于居中的主墓 规模如此惊人 5001的主人 会不会是一位晋国国君夫人 居中的主墓 安葬的会不会是静县宫 静文宫中的某一位呢 可是 对比两片墓地 却存在着一个极其醒目的差异 在北兆静侯墓地 除了102号文侯夫人墓外 其他墓藏 都是带有斜坡墓道的甲字形或中字形 而邱家庄 则都是开口呈长方形 没有墓道的数学土坑墓 众所周知 以往的考古经验是 先行墓藏墓道的数量与等级对应 墓道数量越多 墓藏等级就越高 一条两条四条墓道的甲字形 中字形 亚字形墓藏 分别对应着普通诸侯 大国国君 以及周天子 根据这个认识 考古队员只能把这一组墓藏的主人 暂时推测为 晋国清大夫之类的成熟家族 可是这样一来 新的疑问又出现了 这些严重超标的大墓 分明属于僭越 而且数量这么多 如此明目张胆 难道不会引来国君的惩处吗 2018年11月中旬 清理完地表的植被 在墓口四周 考古队员发现了一层 南北长26.6米 东西宽21.6米的夯土 一开始 人们还以为 这是大墓残存的风土堆 但夯土东北角清理出的 以板瓦铜瓦构筑成的 散水河坡显示 这分明是一座 形制复杂的墓上建筑 尽管前所未见 但考古队员 还是根据历代贵族陵墓 请缘制度 推测出了它的功能 就是在墓上面祭祀 墓上面祭祀以后 盖这个香堂 这个夯土 夯土很高 自汉堂以后 陵园等级再高 建筑再复杂 墓葬上方 大多只会有风土 灵台 这样的夯土结构 不会有楼阁 居于其上 享堂 享殿等祭祀场所 往往位于墓葬前方 方便后人祭祀 正因为如此 2003年 考古工作者发掘 南汉高祖刘衍的康陵时 才将墓葬上方突兀出现 形似某种佛教建筑的夯土台 推测为与拱义北宋皇陵 类似的灵台 如今有了5001号墓 墓上建筑的出现 康陵灵台 也就有了一种新的可能 早期享堂 是不是都矗立在墓葬正上方 还是说 这是邱家庄墓主人标新立异 这个疑问无从所解 但他的出现 却让考古队员 不得不浮想联翩 如果说此前仅仅是因为缺少墓道 人们才不能确定 5001号墓主人是镜侯夫人的话 如今看到如此考究的墓上建筑 很难不让人信心动摇 或许一切疑问 都只能在深邃的墓室中寻找答案 从墓口向下发掘 考古队员又发现了熟悉的夯打痕迹 这是东周时期5001号大墓 与西周时期镜侯墓的 另一个不同之处 在北照镜侯墓地 墓坑是直接在生土上挖成的 而且口小抵大 可是即使在今天 考古发掘过程中 这样的墓葬都很容易塌方 需要不断知乎 人们对此非常疑惑 古人营造时该怎样预防垮塌 他们又为何要冒着极大风险 把墓葬修成这样 难道说这里面 会蕴藏着某种宗教意义吗 到了秋家庄墓地 5001号墓口所呈现出的 种种细节表明 这时候 古人修建大型墓葬的方法 果然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建墓的过程中 为了防止这个坍塌 它先把墓上面 大面积的各阔若干米 然后取土 就是挖下去一个一米多的坑 方坑 长方形的坑 然后呢 再夯打起来 夯打起来以后呢 它结实了 就是和我们现在这个打地基一样 结实了以后 结实了以后呢 再挖这个夯土 再挖这个夯土 这才是墓石 如此一来 也就基本消除了 他方的风险 但工程量肯定成倍增加 难道说 这是进入东周以后 晋国生产力 大幅度提升的一个标志吗 从诸多细节分析 学者们甚至还推测出了 墓葬的营建时间 建这个墓的时候呢 至少是三个月 从墓口的夯土层 继续向下发掘 深度超过11米后 考古队员终于找到了 大墓的果室面 历经2000多年漫长岁月 大墓果室中心已经塌陷 最深处向下 沉降了5.3米之多 可即使这样 果室盖板的灰痕 依旧清晰可变 横向放置的木板的宽度 厚度 甚至可以通过测量 得出精准的数据 发掘过程中 考古队员在木坑范围的填土中 陆续发现了5个稻洞 靠近果室面后 又在东南两侧墓壁上 各发现了一个倾斜的稻洞 让人遗憾的是 七个稻洞最终都进入了果室 其中最早的稻洞 甚至可以追溯到两汉时期 看来大墓很可能 已经被盗掘一空 经过清理 长9.5米 宽7.7米 高6.2米的巨大果室 遭到了多次倒扰 塌陷后的淤土也被整个扰乱 或许是体积太大 随葬器物又实在太多 即便这样的盗掘 盗墓贼也没有把木葬彻底搬空 当考古队员将饶土过筛后 清理出了1700多件 随葬品残片和小件器物 其中包括大量玉器 以及金箔等珍贵文物 玉环 玉壁 玉黄 玉龟 这些琳琅满目的玉制礼器 再加上数量众多的玉牌式 玉龙形式 玉兽形式 等足有119件 这既能与北照晋侯墓地 所反映出的晋国贵族 喜好藏域的传统相符 又能满足普通人 对古代文物珍贵程度的认知 但却并不是考古队员 最渴望的收获 得知物葬多次被盗 对出土代名文的青铜礼器 已经不抱希望后 他们最期待的 其实是最常见 同时也是最容易被盗墓贼忽略的淘气 因为应用广泛 这种古代遗物最符合考古类型学的需要 祖鼠 年代 文化内涵 有经验的学者一上手 就能分析出很多珍贵的古代信息 可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完整的玉器都发现了不少 陶制容器却一件都没有 辛苦收集到的陶片 经过反复拼队 竟然只得到了一件残缺的糖壶 也仅仅是勉强能分辨出气形而已 缺少了足够的陶器 考古队员只能通过一些间接证据 推测墓藏所属的大智时代 虽然这个隋藏品几乎就没有了 但是呢 详制在那摆着呢 还有这个 通过这个小 那个碎槽片呢 碎那个东西呢 我们这个就推断它 是晋国晚期 晋幽光前后 陶谷发掘史上 陶器被盗墓贼打碎后丢弃 经过文物保护专家巧手修复 重新焕发光彩的栗子 比比皆是 但眼前的情景 却让考古队员百思不得其解 如果说是晚来的几拨盗墓贼 拿走了陶片 那119件完整预器 又作何解释 考古发掘现场 总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 未解之名 但是501虽然说没有发现 多少淘气 完成淘气 但是呢 它出现了一组 一组实践的一个石庆 石庆叫乐器 乐器就能代表当时一个身份 在不少长期从事田野工作 专注先进考古的学者看来 石庆虽然在今天不那么起眼 但在西周礼乐制度中 却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只有金字塔尖的少数人 才能拥有这种器物 绝妙的是 石庆比淘气 还不招盗墓贼待见 北项羽复之一具的 咸阳宫府库遗址内 其他库房要么一干二净 要么只剩一些被丢弃的泥风 唯有乐器库房内堆满了 或完整或破碎的石庆 随葬海量玉器 有资格使用石庆 5001号大幕的主人会是谁呢 在筛选出的遗物中 考古队员还发现了一些人类骨骼 经过体制人类学家分析 这些人骨来自一名大约35岁的女性 这个结论部分验证了考古队员的推测 5001号大幕主人 的确是一位女性贵族 可她究竟是国君夫人 还是清大夫的夫人 却无法定论 最终考古队员只能在发表于2021年6月的发掘简报中写道 5001幕主因为晋国高级贵族夫人 邱家庄墓地是否安葬着东周时期的晋国国君 这些晋宫又为何被安葬在远离北赵晋侯墓地的明条岗上 与邱家庄墓地近在直尺 40万平方米的上锅古城 在东周时期被叫做什么 他在晋国的版图上又有着怎样的地位 为了解开这些疑问 接下来考古队员是该发掘与5001同为一组的另外两座大幕 还是发掘其他对子墓中的大型物葬呢 在发掘5001的过程中 考古队员对同为一组的其余两座大幕 也进行了细致勘察 结果不出所料 这两座墓葬堪称千疮百孔 在漫长的历史阶段也曾经多次被盗 纵观中国古代藏制 从西周时期的不封不述 到东周用封图 锦园甚至墓上建筑做显要标志 虽然方便了后人祭祀 但也给盗墓贼提供了准确信息 中原一带考古发掘过程 十墓九空的厄运与此息息相关 两座大幕现状堪忧 如果继续发掘 所得信息很可能依旧无法解开疑问 与此同时 考古队员甚至还在担忧 其他同样规模的超级大幕 会不会也面临一样的境遇 在5001号大幕东南 还有一组由四座大幕组成的对子幕 由于墓葬开口面积 形质等信息 几乎都可以一一对应 考古队员判断 两组大幕应该等级接近 埋葬的很可能是同一个家族 不同时期的组长及夫人 从逻辑上分析 一批又一批的盗墓贼 不可能只对5001号墓下手 别也挖这个墓 没有什么学术价值 没有什么学术价值 你保护起来就行了 我们这个文物啊 是文物保护 是很成人的事 那么深 那个中间那个墓 更深 更大 要是不展览 不保护 还不如不忘了 围绕着类似超级大墓的 是一些面积稍小 主要由两座墓葬组成的对子墓 墓主人 可能是陪葬大墓的 其他家族成员 或者亲近成熟 看到这样的情形 考古队员不禁回忆起了 2005年 在山西离城西关 发掘一处西周墓地的往事 2005年盛夏 考古工作者在离城西关 发现了包括三座大型墓葬 15座中型墓葬 和74座小型墓葬的西周墓地 因为是抢救性发掘 考古队员按照物赞规模 从大到小依次清理 但由于倒扰严重 整整一年过去 人们几乎一无所获 2006年夏季 就在他们几乎要陷入绝望时 一座毫不起眼的中型墓里 竟然意外出现了一批 由黎侯下令铸造 赏赐给陈属的青铜底气 由此揭示了墓主人是离国大臣 死后陪葬离侯墓旁的事实 有了这批实物资料 史学界不仅揭开了一段 早已湮灭的过往 离国曾经定督离城 也由传说正式变成了史实 2020年春天 在完成了5001号大墓出土文物的室内整理后 考古队员再次来到了明条岗上 这一次 他们要同时对位于大墓西侧的 五组十一座中型墓展开发掘 这些放在其他墓地 同样会被称为大型墓葬的古墓 在类似5001这样的超级大墓的映衬下 显得不那么耀眼 盗墓贼会不会没有赶尽杀绝 墓葬中能不能出土 带有关键信息的随葬器物 闻喜邱家庄墓地 会不会再次上演 离城西关墓地戏剧性的一幕呢 作为现场负责人 这批中型墓的发掘 可谓是深深地刻印在了 陈海波的脑海中 它这个墓很有意思 它这个墓就当时我们发掘的时候 就是从这个 从发现这个墓葬 看它发现这个墓葬 到最后发掘呢 可谓是一搏三折 从忐忑到欣喜 从欣喜到失落 从失落又很快体会到 丰收的喜悦 甚至原本不抱希望的 遗迹单位都能带来惊喜 看来 禁国中期那段辉煌的经历 注定不会湮灭在 历史的长河中 这五组十一座墓葬呢 是2020年的 2020大概是三月份 三四月份开始的 刚才说到中型墓呢 但是这个近南地区到这个时间段的 这个墓葬 所谓的中型墓 它的规模也其实挺大的 就是说包括埋藏的深度 也到大概是八九米以上了 结合秋家庄墓地 中型墓曾经出土巡猴仪 月人首右晚车 这样国宝级文物的经验 考古队并没有因为发掘的墓葬 相对次要而放松警惕 即使是在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从所到院的调整过程中 也丝毫没有耽误 田野工作 我们调集了这个 我们所 我们院里边 当时所里边 后来是院里边 这个所有的精干的力量 包括各个层面有发掘的 有这个信息采集 文物保护 各种这个 各种这个力量 其中公关 对这五组墓葬进行公关 进行发掘 有一个整体的安排 基本上是同时开工 五组墓葬几乎同时发掘 清理完地表植被后 一个个或大或小的墓口 就呈现了出来 和5001这样的超级大部分不同 在这批中型墓上 考古队员没有发现墓上建筑 以及封土留下的痕迹 这让他们安心了不少 这个墓葬发掘之前 其实我们最关心的什么东西 这个墓葬到底有没有被盗 只有未经倒扰 才能保留更多古代信息 才有希望解开对墓地 对古城 对整个遗址的一些疑问 刮屏工作面后 考古队员惊喜地发现 至少有六座墓葬 墓口范围内没有倒扰痕迹 94号 95号 103号 104号 以及120号 121号 这三组对子墓很可能保存完整 看来盗墓贼在疯狂盗掘 超级大墓的同时 可能真的忽略了部分中型墓葬 有了这个发现 自2018年秋天就开始在这片台园上 忙碌的考古队员 干性十足 大家都是三尽子弟 能够亲手还原老祖宗 不为人知的过往 揭开近南热土 孕育出的古代先贤 留下的遗迹 想起来就让人热血沸腾 虽然都是围绕着超级大墓的丛葬墓 但这11座墓葬中最远的两座 相距超过200米 在无遮无拦的旷野 考古队员一边在坑底清理填土 一边还要担忧即将出土的珍贵文物 能否安全 我们在每个发掘区 包括人房 物房 计房 都有一个整体的考虑 所有发掘的墓葬上板 上香头 包括红外堆设 包括安保三八岛 24小时轮流的直勤 包括工地上还养着大黄 大狗 我们保卫设置也是两方面的 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人员 另一方面是专业的保安公司 聘请专业的保安人员 两方面有一个相互监督 相互合作 一个配合的关系 为了保护即将出现的珍贵文物 在继续向下清理填土前 考古队员还为每座墓葬 都单独搭建了保护棚 除了保存状况相对较好的六座墓葬 其余两组五座墓葬 考古队员也没有放弃 尤其是十一座墓葬中规模最大的三十七号墓 尽管倒扰迹象明显 但队员们判断 它依然有可能出土部分遗物 在清除墓坑填土的过程中 考古队员的心 其实始终被悬在半空 虽然有墓葬保存完好 但受到5001号大墓 辛苦一年多 最终收获 却远远不足预期的影响 考古队员始终不敢彻底放心 俗话说怕什么就来什么 当103号墓清理到接近古市面时 现场突然发现了一个 令人揪心的遗迹现象 大概是六七米 然后它这个 就显示出来 它有可能被盗的那种特征了 因为底下土有那种 被找动过的一个迹象 地表没有盗洞 清理填土时也没有异常 仔细复盘整个过程 陈海波终于意识到了 问题产生的根源 应该是可能认为它没有被盗 没有发现盗洞 但是后来是人家其实盗墓分子 从边上开口的 没有从墓葬上头 从边上开口 我们刚才发现的没有发现 因为在这个发掘区之外 从远离墓口的某处向下挖掘 有了一定深度后 再横向直插墓室 这样的盗墓方式 通常是为了掩盖 盗洞出入口 103号墓填土被扰乱 盗洞有没有进入果实 盗扰之后 墓葬中是否留存有 足够解开墓地性质疑问的信息 103号被盗 那么相邻的104号墓 情况又是怎样 原本认为保存状况良好的 其他两组四座墓葬 情况如何 会不会都有类似的情况发生呢 持续近两年的邱家庄墓地发掘 笼罩着一层层厚厚的迷雾